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又来给大家推荐比较冷门的东西了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Luna送的这款隔离 这款隔离吧在日本的YouTube里面是非常的火的 推荐率很高 但是但是国内没有人问过我这个东西 OK就是感觉好像不是太火 所以我把它列入冷门 然后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我就去买了一瓶 我觉得它的设计很好 这个口子是刚好你手可以这样子按住 但是我觉得按住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打开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具备什么推荐的价值 它真的是一款非常非常普通的隔离 控油力一般 然后它的那个毛孔遮盖力幾乎不太有 然后美白度好像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就是把你肌肤变白一点点 但是我感觉它真的是一款普通的隔离 你不太推荐去特地去买这个隔离 我感觉 个人感觉 你当然可以试一下 或者说真的就特别适合你的肌肤可能 像我是混合肌肤 T曲偏油的 我一出油的话 这玩意儿根本挡不住 我用的底妆呢 是这个Elegance的这款粉底液 这款也是非常冷门的其实 它的我之前有做过测评 如果感兴趣 你可以往前翻 当时我做测评的时候 我没有用任何隔离 我直接用手上的 还可以 然后这个比较适合在热的时候用 我觉得 因为它就是也有客人反应 就说好像在冷天的时候 用的时候干得太快了 就感觉还没涂抹 它就已经就吸附在肌肤上 就涂不开有点啊 但是它一到那个 一到什么泰国去旅游 带着它的手就 哇超好用 我觉得真的是超方便 超好抹 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 就是有点区别 所以真的是 就是特别上妆速度 真的很有要求的 推荐化妆中级以上的选手入这个 你会觉得很好用 而且它用的非常非常轻薄 只要还能这么保持 真的是 有一点点的 让我对它家的粉底液改观 最强大的是它的遮瑕力 真的 我没有想到这么这么 就像水一样的粉底液 居然可以遮瑕力这么强 没想到 没想到 然后 我今天用的唇布是一款 叫做 Brush Liquid Lip 这个 这个是 Palganton 这个牌子很神奇 这个名字 它是韩国产的 近几年 近几年 在日本的那个 就是美妆店 还有药妆店里面 韩国的化妆品 渐渐的好像有一点点多起来的 之前我认识 因为工作原因 我跟那个 就是韩国的那些 一个化妆品的公司的一个老板 聊过天 我们在那边说一说 他就说 日本市场非常非常的难进入 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 甚至 就是 都有很多关系 什么都非常非常的难进入 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然后只有就是那些比较低家的 那种可以 你可以进去 而且还要把价格压了非常非常低 利润非常非常低 他们就觉得很痛苦 这个我 我能理解 因为现在在日本的这个 确实就是 日本这边的化妆品美妆店里面 你能看到的一些 韩国的化妆品啊 就是很角落里面 而且他价格很低 他的一些价格 就是 学生啊什么 会去买 会去尝试 他好像 还 还进入不了那些 主流的一些市场里面 主流的一些 一些 柜子的那种 那种排列里面 就还进入不了 现在基本上 还是陷入在打价格战的 情况吧 现在目前就是最 呃 最能见到的 韩国的化妆品 应该就是 迷上的气垫 非常的便宜 才六七十块钱 一个气垫 然后还有就是 他的那个遮瑕 之前在 cosmet大厂上有 排名的那款 the same 那个遮瑕 呃 不是很好用 但非常的便宜 真的是 就是 就是以便宜来取胜 这种 策略吧 这种他们的一个 营销的一个策略 下一个 我推荐他 这个 也不能算是太冷门 但是好像 大家也无问了 非常的少的是这个 3的这个腮红的 这款是13号 13号 非常好看 这个13号 是非常的适合 和春夏的一款颜色 我觉得上脸 他有点偏橘色 但是 上脸会非常的 简气色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啊 非常好看 ok 下一个冷门 是这个 我推荐的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恋爱魔镜的 双色眼影 这个双色眼影 这个是粉色 跟这个 棕色 哇 这个 这个结合是 我真的是 没有就是想到 就是 会这么好看 它的粉色 是带闪的 但是 不是那种大闪片的闪 是非常好看的 细闪 然后这个 棕色是 亚光棕 是那种就是 可以消肿的 亚光棕 这 这个结合实在太好了 你可以发挥出 很多的种 就是 画的组合 就这个 非常推荐 性价比非常的高 这个颜色是 PK201号 对 这个 你直接用手指上 或者你用刷具上 都可以 这个粉色 你再拉开 就是 一看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惊讶 很好看 下一个冷门的是 冷门的是 牌子不冷门啊 植村秀 植村秀加了这款 眼线笔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还蛮好用的 就是 好像 大家植村秀加 就集中在 看她的卸妆 油跟 她家的什么 那个 压压的隔离 还有就是 她家的眉笔 其他东西好像 大家都 不太会去关注 其实 好好好她眼影也不错 还有就是 其他东西好像 大家关注度 比较少一点 其实可以 可以多爱 下一个冷门的是 这个叫做 呃 Linani 是不是叫Linani 知道念吗 她的一个这个 眼线叶笔 今年应该 这个是我去年买的 今年应该出了新包装 今年很多东西都换了新包装 OK 今天就继续到这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